鼠蛇人的生肖鼠香是十二生肖中的第六位,属于阴性的一种动物,代表着智慧、神秘和优雅。 蛇是一种冷静、理智、深思熟虑的动物,但是在某些情况下,鼠蛇人也有自己的软肋。 那魔鼠蛇人的软肋是什么? 其实,鼠蛇人在感情方面是非常敏感的,他们很容易受到情感的伤害,也很难忘记曾经受到的伤害。 在感情问题上,他们往往会过于在意对方的想法和感受,甚至会为对方付出很多,但是当对方不回应或者背叛他们的时候,他们会感到非常受伤。 鼠蛇人在感情方面往往会过于深陷其中,他们会为了爱情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和理想,甚至为了维持感情而忽略自己的价值观。 这种情况下,他们容易失去自我,陷入情感的泥沼中。 在十二生肖中,鼠虎人绝对是鼠蛇人最大的可行之一。 鼠蛇人虽然很强势,做起事来不择手段,但是一遇到鼠虎人,所有的魄力和勇气都会瞬间消失。 因为在他们眼里,生肖虎是非常可怕的,而且对方能力强大,有勇有谋,按照自己的实力,根本就不是对方的对手。 若是与鼠虎人发生了感情,或是谈婚论嫁的话,都是鼠蛇人受到伤害最为强烈。 鼠蛇人甚至不建议与鼠虎人交朋友,只要发生了矛盾和利益纠纷,到头来吃亏的只有鼠蛇人。 其实,生肖蛇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,也知道对方的可怕之处,所以为了避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与是非, 鼠蛇人在鼠虎人的面前,也往往会表现得很客气,也会尽可能地控制自己的脾气和言行。 只为了能够不与鼠虎人有过多的冲突和纠纷,鼠蛇人遇上鼠虎人,也是相当于暴露自己的软肋。 在此,鼠蛇人虽然深谋远虑,但他们内心并不擅长与人交往,这是他们第二个软肋, 在人群中,鼠蛇人的内心通常是慌张的,这会让他们在表面上往往会显示出冷漠孤傲,鼠蛇人不容易和别人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。 这种情况下,他们容易被人孤立,难以获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,我在这里给出的建议是,鼠蛇人的第二个软肋,其实是可以透过后天去改变的。 如果是年轻的鼠蛇人,我会建议他们做面对人群的职业,鼠蛇女最适合开饭店,开饭店的话一定会特别火气,因为蛇五行属火。 所以鼠蛇人如果能从事和火有关的行业,肯定是可以妄财的。 饭店五行属火,会去赶鼠蛇人的冷漠,加上鼠蛇人自己属火,面对生意火爆的饭店,鼠蛇人可以改变内心慌张,不善于与人交往的软肋。 只要饭店生意火爆,每天人来人往的,鼠蛇人的冷漠孤傲也就烟消云散了,只要饭店做得好吃,一定不愁客流量,每天的生意都会特别火爆。 而鼠蛇女热爱生活,很懂得研究美食,人际关系表现就会很好,做事圆滑的她们,在刚开饭店的时候,就会有一大群的朋友去捧场,朋友之间也会相互介绍客人,慢慢地饭店的人流量就会越来越多。 这可让鼠蛇人积攒财富,又可改变个性,不过年纪大的鼠蛇人就不合适这个建议了。 毕竟年纪大的鼠蛇人,个性已经固定,他们也大多晚年生活无余了。 其实,鼠蛇人的软肋主要表现在情感、人际关系和职业发展方面。 他们容易受到情感的伤害,也容易陷入情感的泥沼中,在人际关系中不善于与人交往,过于自我保护,在职业发展中缺乏自信,也缺乏团队合作精神。 因此,鼠蛇人需要在这些方面加强自己的能力和修养,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力和实现自己的价值。 其实,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古语有言,好人不长命,祸害一千年。 越是善良正直的人,越是不怎么偿命。 反而是那些作恶多端的人,不仅有钱有势,还活得特别滋润。 对于如此矛盾的现实,人们都感慨天道不公,人间不值得。 难道说,人道和天道真的就只会让好人受苦,而让坏人享福吗? 从表面上看,确实如此。 比如宋代宰相秦桧在宋高宗照够的指使下,不仅干掉了岳飞,还让宋朝的北伐大业成为了一场大梦,难送再无翻身的可能。 可是,秦桧和宋高宗活得特别滋润,一辈子大富大贵。 也就可怜了岳飞冤死在了风波亭当中。 这,便是所谓的好人不长命,祸害一千年。 宋朝距今已经有八九百年的时间了。 如今,我们一谈到岳飞,第一时间想到他是个北伐英雄,拯救万民于水火当中。 当我们一谈到宋高宗照够,或者一谈到秦桧,就会感慨南宋君主昏庸,奸臣当道,活该在犹豫不决当中被金朝欺负,被蒙古吞并。 这种刻板的印象,对于已经死去的宋高宗和秦桧来说,便是一种报应。 正如曾世强教授所言,活着的时间终究是短暂的,死去的时间则是永恒的。 可如果后人认可你,那你就能永存。 后人不认可你,那你终究活得特别失败。 用一句话来说,便是公道自在人心。 有些人赢得了生前的地位和钱财,却失去了深厚的名声。 有些人虽然老实善良了一辈子,啥都没有得到,但他们赢得了深厚之名。 更重要的是,人活一世,讲究的就是良心二字。 做了亏心事的人,哪怕在有钱,也会被良心折磨,死不瞑目。 而对得起良心的人,才能得以善终。 我们经常用钱财和名利,去衡量一个人是否得到好报,这是不正确的。 因为这世间有比名利更重要的东西,那就是充满温暖的希望,以及人性的光辉。 有一位名人说过,人这一生,用柏拉图的比喻说,就是在走出洞穴。 我们希望看到火光,希望有一种力量带着我们能够走出洞穴。 这里谈到的,就是柏拉图的洞穴理论。 一群人都身处在黑暗的环境当中,没有人知道光明是什么样子。 所以,有的人就想走出洞穴,去看看这个偌大的,充满阳光的世界。 其中有个人,走出了洞穴,看了一眼洞穴外面的世界,就回到洞穴里面,跟身边的人说,洞穴外面的世界有多美好。 只是,洞穴里面的人,就把出过洞穴的人揍了一顿。 哪怕他们揍了别人一顿,但他们依旧想看到光明。 内心深处,还有对于光明的向往。 直白一点来说就是,人们都知道,不择手段的小人可以混得很好,君子多半混得不好,但他们依旧坚持君子真善美的观念。 这,便是人性当中最纯粹的光辉。 不可否认的是,坐肩放穴且过得滋润的人,那是数不胜数的。 至于说,他们是否会遭受报应,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切的答案。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哪怕小人再多,也依旧有人会坚持善良。 有好人的地方,就肯定会有坏人。 这好与坏的双方,不可能让某一方独大,只有势均力敌,才能让人间平衡。 据我的观察,越是心安理得的人,越是活得幸福。 也许我们没有小人的心计,也没有坚忍的心狠手辣,甚至没有坏人有钱,但我们活得心安理得。 要知道,无论有没有钱,人终究是要死去的。 在离开之前,我们能够做到心安理得一辈子,还毫无遗憾,没有任何一点负罪感。 这,才是最大的善终。 罗曼·罗兰说过,这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,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,依然热爱生活。 你是老实人,看到小人不择手段,难道你就埋怨自己,认为人间不值得吗? 肯定不能这样想。 人,始终是要接触黑暗的。 没有接触过黑暗,我们又如何会珍惜那一颗善良的真心呢? 很喜欢这么一句诗,出于泥而不染,灼青莲而不腰。 莲花的周边都是肮脏的污泥,难道莲花就需要跟污泥一般,污浊不堪吗? 老天,让小人遍布尘世间,就是为了考验好人。 试想,没有小人,哪里能衬托出你的善良呢? 在钱财命令上计算得失,肯定是小人胜过好人。 而在看不见的功德方面,好人将遥遥领先。 对于功德这种东西,不要觉得看不到,就不存在。 要知道,万般待不走,唯有业随身。 业太多的人,也许他们的不幸还在后头,或者在离开之后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。 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。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。 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